第31題 他說蔗糖在25度C的時候的溶解度是每100克的水可以溶解210克的糖 在相同的環境之下請問你哪一杯水容易達到飽和 那麼我們的題目呢已經知道100克的水呢 最多可以溶解210克的蔗糖 那麼現在呢 給了我20克的水 那麼就是五分之一 所以呢他 可以溶解了42克的 42克糖 而題目裡面給我的是21公克 所以呢並沒有超過溶解度所以我不會飽和 那如果給我200克的水是兩倍 所以他可以溶解420克的糖 而題目給我的是410克 所以沒有超過溶解度所以他也沒有達到飽和 如果給我50克的水是一半 那他就可以溶解了105克的糖 而題目給我110克的蔗糖 他超過了溶解度所以可以溶到不能再溶 所以這個呢我們就有達到飽和 那麼如果給我300克的水 300克的水 那麼是三倍 所以他可以溶解了630克的糖 而題目給我610克 一樣沒有超過溶解度 所以呢 一樣是沒有飽和 所以呢經過我們的了解分析之後呢 我們了解 只有這50克的水 110克的蔗糖 是達到飽和 所以呢我們答案呢 選擇的是 C50克水 110克的蔗糖 我可以试试一下